林志玲把衣撩弄吸奶被批有人犯罪 从外到内 哇哇哇 谢志玲姐姐这么喷火 麻烦全家爱继续继续 咱们第一名模 何时这么大解放啦 哦 原来是志玲姐姐4月以2300万首次接下那一代言广告在众所期待下出炉啦 就因为广告中难得有这么多sexy sexy的动作传出遭到央视进步 但经纪公司否认有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多样的面向 都期待自己善变然后可以突破尝试求新求变 哦志玲姐姐这回真的是勇敢突破 不过却评价良机 网友说哦那或者看到这广告真的太感恩了 也有人批广告没职感浪费 与志玲姐姐的怯致 这么多声音想必都是因为太思念她的缘故 那就再放松一下她在日本拍的巧克力广告给大家乒乓一下 诶 那志玲姐姐最近在干嘛呢 有香名就曝光了 昨天看到她在长春拍写真月历 还说上周六夜看到严陈旭现真北京首都机场 评估的新闻怎么都被这位香名给遇上了啊 霸道